屏東縣政府於108年3月下旬推出屏東好貼心政策 108年申請符合資格有603人 預估今年9月底穩定就業達12個月有317人 截至9月15日止已領取獎助金者共計247人 穩定就業率達78% 勞動暨7年發展處特別邀請返鄉穩定工作者分享經驗 我回來之後呢我就在屏東市的都會區文化健康站服務 那我就是服務一些在都會區的原住民長者這樣 然後我透過這個獎勵金呢我替自己買了一台筆電 那讓我自己可以在工作上呢可以更順手 然後工作也能夠更順利這樣子 那我之前是在高雄工作那主要是做環保顧問業 那後來是變成工廠的黃安衛 那因為要照顧父親的緣故所以就是回來屏東 那也是後面也是做那個顧問業的一個環保顧問業的工作 這一個補助對方來說還不錯的地方是因為我剛好有生了一個孩子 那這個部分就是可以作為那個脫鷹的一個部分也是不無小補這樣子 好貼心獎住計劃由縣服每月補貼5000元為期一年 只要自108年1月1日起戶籍遷移至屏東 並於屏東工作者或原社籍屏東 108年以後從外地返鄉工作者 勞保投保薪資達28801元以上 醫事人員達33301元以上 工作滿6個月及12個月 可獲得共6萬元穩定就業獎住金 縣服期待看到更多青年在屏東安居樂業 青年曆相對我們普遍在很多的都會是一樣 基本上我們也都年輕過去會理解 很想到哪裡都到都會去走一段 這個是一個很像很多我們一般就業青年曆的心情 那我們也期待這個過程裡面去嘗試我們也理解 也祝福 但是如果屬於已經到外地就業 那基本上嘗試覺得還是一樣 就是一個月光族或者是一樣在這個過程裡面 那不是像想像那麼好 那我們就鼓勵在這個過程讓他回來 勞動暨青年發展處處長黃鼎倫表示 為照顧剛部入職場的屏東青年 今年好貼心政策從8月開始 獎助對象增加完成勞動部青年就業獎勵計畫 年滿15歲至29歲的108年度應屆畢業生 涉及屏東縣且於屏東工作或青年就業獎勵計畫 連續受雇同一雇主滿90日的獎勵者 即可提出申請縣服獎助計畫 等到完成青年就業獎勵計畫 連續受雇同一雇主滿180日的次日起開始 劣跡為好貼心穩定就業時間 只要在連續穩定就業滿6個月 投保薪資每月達基本工資 即可勤領一次穩定就業6個月獎助金3萬元 歡迎青年朋友們踴躍提出申請 屏東新聞 張如意劉建榮採訪報導 讓公開報告 市民在衛美金 新 fusion selfies 14週末 市民之 relation 市民間 很 belangrijk 市民 本燃